其實我才是苦主 總共有9個offer 你會否突破了香港人的紀錄 來到洗廁所 很辛苦 我在香港曾經有花店的interview 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拍YouTube 今天請來一位重要的嘉賓 是不是很美女 她和我一起過來 她是行Stream B的太太 今天分享Stream B的生活 主要是講工作等等的 歡迎 多謝 Hello 今天有很多問題想問你 因為你過了大約半年左右 想分享你運工的生活 但文說你在香港已經開始做預備和運工 是的 因為我本身是想Stream B過來 本身就是這樣想 但其實我是那些1718年苦主 即是當時聲稱的苦主 所以我就算有這個批准也好 其實我也是不夠延期去批准 不過大家如果有留意就知道去年她就放寬了 所以放寬了我就馬上就飛過來 其實我才是苦主 因為我無緣無故就變了讀書 明明就可以去Stream B過來就可以了 現在變了我都要讀書 我才是苦主 這個過程都是一個很搞笑的過程 即是由本身工作變讀書 最後我由工作去又讀書 即是同步發生了 對苦主也好 我都想嘗試找工作 所以當時批准了我的Open Web Permit之後 即是香港一收到Approve之後 其實我就已經開始嘗試找工作 我想知道究竟這裏的市場是怎樣 究竟是不是人家所說那些 來到就要洗廁所 很辛苦 所以當時我就應該 大概一月左右我就找工作 然後就發現我很多年沒有寫過CV 然後又發現他們的格式和香港應該有些不同 無論紙的格式都不同 而且他們很流行用Cover Letter 所以我在香港的時候就開始 就上網看看哪些求職網站 即是香港的JobsDB 去加拿大溫哥華都有三四間是比較有名的 我自己就選了Indeed 就用了這個之後 就發現很多東西可以上網上去 即是香港運工是沒有用過這些求職網站的 所以我就第一次試用 然後發現原來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資料全部擠進去 然後當他有工的時候就會通知我 我只需要按一個按鈕Apply 這樣他就把我本身記錄的資料 就全部傳給那個僱主 那我就決定做 然後發現我沒有寫個Resibility 要寫Cover Letter 那我就找了另一個網站去幫我寫的 那就是有些很專業的加拿大用字 即是用他們用開的字眼 就不是香港那些 那我自己的本行在香港做圖書館 那我也有個副業或者有興趣 就是有一個IG商店做花店 那我就主要找圖書館 本來我們兩邊都找的 花店和圖書館都找的 因為我覺得圖書館未必找到 那我的英文不太好 還有我猜的文化應該很不同 所以我就主要找花店 但是發現花店的人工是比較低的 即是我那時候已經在香港做這個資料搜集 發現花店人工比較低 其實難養得起我們兩個 所以我就花店在求職網上放了一份CV 但是我圖書館也還了一份 所以我圖書館有兩個 那當我看到有哪一份工適合 我就會用哪一個儲存紀錄去應付 那這個主要是香港的情況 即是你在香港就已經開始找工作 以及收集CV 那你過來請問到現時為止 你找到多少份工呢 即是有你找過多少份工 但可能不確定要做 但到底你有多少個offer 這個應該是正確的 香港的時候 即是已經一直在發送 我都要試一下 那香港的數我已經不記得了 其實我想幾十 因為很簡單 因為很簡單 但是來到這裡我想都有幾十份 如果你說要total這樣計算 可能也有100份 我在香港其實曾經有花店的interview 有 phone interview 但是都是沒有消息 所以香港是沒有任何offer的 但是來到加拿大繼續找工作之後 而total直至今日 total有9個offer 那9個分別是什麼offer 那我來到加拿大先看 加拿大來到其實應該最快 我都要數一數 我最快是餅店來的 真的走進去walk-in那些 然後即情 但是我就自己衰 不太喜歡時間 覺得要搭整個小時 因為我早上車回到早上8點 很辛苦 所以就立即 就說炭彈了 就是我只能試一下 那就是餅店 之後就有T&T 保險 學校 政府工的 政府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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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份都是有經過interview 然後等消息 然後再有offer給我的 已經數了五份 之後我已經回圖書館 但是又太不穩定的緣故 他們這裡很流行 一些casual oncall的工 所以我就繼續運工 就是繼續運工 找到另一個城市的publet library 然後還有將publet library 轉去做part time的工 那我也有apply的 這樣做過 然後剛剛1月2月 花店我也有interview 兩份 兩份都是有offer的 所以整體都是有九份工 那請問你犯罪的工 你有九份工那麼多 那其實最高 你會不會突破了香港人的記錄 我不敢肯定 我真的不敢肯定 因為我不覺得我是很勤力的人 那我最高峰上了三份工 同時間地上三份工 就是可能不是同一天的 同一天就不行了 但是我想要兩三個星期內 兩三個星期內 就真的回到學校圖書館 政府圖書館 然後就花店 那我三份工 而現在呢 直至今天呢 就只回到兩份 即是中間找工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什麼困難 或者你覺得 有沒有一些辛酸 或者有沒有一些很開心的東西 我覺得很開心的東西 是 有些工原來很快請 例如T&T 我都是別人的朋友提我 要不如你試一下吧 T&T 然後我才覺得 那我的朋友叫我 那你也要做一下 別人叫做提我 那我就隨便應付一下 誰知道就真的聘請 有些驚喜 我猜不到 當然他也是17元一個小時 他就未至於是面費 溫哥華的面費是16.75元 那我其實是專門把我的圖書館寫得簡單一點 當然我香港都是一個普通的文員 或者一個助理 那些圖書館的助理 但我都專門寫到它是經常一點的 還有是客人服務的一些 所以我懷疑要按 所以保險都會非常邪惡 即是一些對人 簡單的文職工作 除了圖書館 我本身有個行業之外 其他工都會 原來都會聘請我 這是一些驚喜 但另一些辛酸的東西 不如說了這麼久都不記得 學校圖書館聘我的時候 他聘請我 我就很開心 人本就高些 又是做法自己本行 學校圖書館聘請我 他需要有這個 reference 和 criminal check 這裏都是很流行的 即是做一些大型的公司 或者機構 或者政府部門 甚至乎 reference check 我一心想著 加入 local experience 會比較好些 即是本地 我找了我在T&T的 supervisor寫的 或者做這個reference的人 他是很願意這樣做的 我也覺得很開心 我回了一會就肯做 誰知道他過了一個禮拜 看到我 就已經問我是否想離開 還有他已經建工了 今天就是想reference我這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位置很難理解 其實我是想著 因為我學校圖書館是casual 即是on call的性質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有工作 我本身是想著兩份一起工作 我不介意 但他一趕到這個位置 就好像已經想趕我離開 我就寧願過多次就辭職 我不想被人解僱的感覺 但這個我不太明白這個情況 如果我找回我以前僱主 或者我現任僱主去做reference 其實原來好像是否會令人覺得我想走呢 變成他挺欣賞我 TOTO真的做了一個月 最後就走了 就打算一心去圖書館做 誰知道剛才還說過要犯罪檢查 原來要有BCID卡 或者要有一張身份證 有相片有地址有名 而我又是在離溫哥華之前 是沒有理解過這件事的 我本身以為有車牌就可以了 我已經準備考了 我打算考了就可以了 那怎麼辦呢 然後上網看的預約要排一個月後 那份工作怎樣等我呢 我都不知道 幸好又跟朋友聊天 說原來可以登入 最後我登入就等了兩個小時 等了兩個小時 他申請這張ID卡 職員又告訴我 要60天內才會寄給我 我心想又要等60天了 誰知道好在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後就寄了來我家 就是運之國的狀況 有齊文件我就去做犯罪檢查 犯罪檢查的檢查 真的一天內搞定 就可以建功 即繼續做這個工作的過程 交給僱主 那這些呢 但因為剛才我都說了這麼多 我已經辭職T&T 然後等開學 其實就是有犯罪檢查 又搞這些那些的時候 其實那一個多兩個禮拜 反而對我來說是最辛苦的 好像做錯了一些決定 好像為什麼那裡 我本身也想操縱 那裡我有前日職 但這裡原來又未能開工 又不知道還要搞多久 等多少天才有張卡 反而那個禮拜是比較辛苦 然後又打算找到一份工作 做回自己的本行 但誰知道這裡真的是on call 什麼叫on call on call on call 即是我是在一個學校的區 school district 那裡上班 那裡有八間學校都需要 有這個Liber Assistant on call的成績就是 有些八位同事有任何的原因 無論是病家有事家 或者家裡有事家等等 這些原因無法上班 他就會打電話給我 那我就去頂替他的工作 所以如果他有事教 有些人可能是 例行檢查 身體檢查 一早就知道 可能他也是做一天打電話給我 有些同事可能真的曾經我都遇過 他可能撞車 要休息三四天給醫生開 有醫生致給他 但其實是一個禮拜平均 平均一個禮拜一天 我當時沒有其他工作 所以當時也有繼續找工作 我又不夠膽去玩 因為我不知道約朋友 會不會前一晚 甚至可能是早上 六七點那些偉打電話來 要你上班 那我就不夠膽去做其他事 有些甚麼安排或預約 全部都是在家等電話 還有會去一個新的地方 因為八間 那變了我的同事全部新 上班 挺大的挑戰 不過就很幸運 幸運我們有車 還有那時我還是國際排 都叫做駕車 剛三個月 那時按電話的我 我就可以駕車出去上班 或者甚至乎突然告訴你 去那裡我又不懂路 就是靠GPS駕車去 那你有甚麼提示 給那些準備來找工作的人 或者想找工作的人 怎樣可以找工作 找得快點 怎樣可以找到 這麼多圖書館 這麼多份工作 怎樣才行呢 就快點 這個 在你身上 這個 你 那 這個 這